下面來關注中國大陸消息 內蒙古 鄂爾多斯市鄂托克前期的農民工代表 最近在網上聯名舉報 他們包工包料完成當地的澎湖區改造工程 卻被拖欠工程材料款和公司大約數千萬元 8年來到北京上訪卻一直得不到解決 內蒙古鄂爾多斯市鄂托克前期 錦繡立島澎湖區工程的19名農民工代表 最近在網上聯名舉報 鄂托克前期政府屬下的 鄂爾多斯中置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開發建設錦繡立島澎湖區住宅工程 將工程轉包給江蘇素簽建設集團有限公司 2012年 他們驚人介紹向素簽公司 繳納20萬元到40萬元不等的保證金 獲得該工程不同工種的業務 他們籌借資金 組織農民工業以繼日的施工 但素簽公司卻以種種藉口拒不支付工程款 政府工程嘛 工程已經做完了 房子它都賣了 它就不給我們嘛 怎麼辦呢 總共幾千萬呢 到80多元 法院判決了之後 他們說沒錢執行 過了幾年 素產公司破破掉了 北京上網 前面都去過 政府沒有說話 農民工因無錢投入 工程停擺 2015年3月 當地政府官員召集農民工 承諾材料費由政府全額電資 但工程完工後卻食言 引發大批農民工到其政府門口下跪請願 之後 農民工將中置和素簽公司告上法庭 但政府領導干預司法審判 把中置公司排除在案外 2018年元月 素簽公司為了逃避清償工程款的義務 申請破產 農民工代表還提到 當地官員和開發商狼狽為奸 扣下農民工的血汗錢 訴訟過程中 中置公司支付數千公司 淨億元工程款 法院執行局法官已政府不欠工程款 已經超負的荒唐理由拒不執行判決 訴簽公司破產後 帳目審計時 卻發現政府還欠幾千萬元的工程款 清台人記者雄斌 中原採訪報導